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珠宝三位扫门仪 主要扫门一些珠宝还有一些比较小一点的物件 不大于8厘米的物件 好 下面我就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这款珠宝三位扫门仪的操作过程 首先这款扫门仪有两根线 一根电源线和一根USB线 打开Samae的电源开关 然后我们打开软件 在这里说一下 我们对于电脑的要求 主要是温7以上系统 然后应伟达的显卡 首先我们要对Samae进行标定 它是一块5毫米的光学标定板 在标定板的下方有三个圆孔 我们将标定板固定在工作台上 然后我们点击扫描软件上的标定设备这个图标 可以在这里调节亮度 点击标定 现在就已经开始在标定了 好 标定完毕 扫描软件上呢 会有一个标定精度的显示 现在是0.018 这个精度是可以的 好 我们取一下标定板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扫描物件了 这枚戒指的直径大概在两厘米左右 固定好之后我们点击 新建工程 我们输入数据名称 戒指 可以输入一个数据编号 这样方便我们今后去查找这个数据 多件扫描呢 我会在稍后的演示中给大家介绍 现在已经开始扫描了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软件上扫描出来的数据呢 有白色的部分和黄色的部分 白色的部分就是扫描过去的数据 黄色的部分呢 是当前正在扫描的数据 好 现在这一组数据已经扫完了 我们将没有用的数据删除掉 然后我们点击 完成 好 为了把整个戒指扫援呢 我们可以再翻一个面 将戒指掉过来 固定住 然后继续点击扫描 还是同样的操作 好 这一组也扫完了 为了把整个数据扫描得更加全面 我们呢 再扫两组 扫描个四组数据 下面呢 我们就对这四组数据呢 进行拼接 拼接的时候呢 会有两种拼接方式 一种呢 就是特征拼接 还有一种呢 就是手动旋减拼接 一般特征拼接就是当它的极组数据它的相似度 相同的地方超过16%的时候 咱们就可以借助特征拼接 小于16%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进行旋点拼接 拼好之后 我们点击完成拼接 注册执行封装 点到面的一个过程 戒指已经封装完毕了 封装好之后呢 保存数据 从这里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封装好的这个数据 在哪个目录下 在这里呢 我强调一下 我们的软件呢 有一个补扫这个功能 这是一个亮点 补扫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如说 我们现在扫门数据 有的地方扫的不好 或扫的不全 我们就可以点击补扫 然后我们想要补扫哪一块 就把哪一块旋转到面向自己的一方 比如这一块 然后点击补扫 扫门就会转到那里 然后扫描一次 好 大家可以看到 黄色的区域是刚刚扫的数据 这个图标呢 就是进行系统设置 如果我们对这个数据有更高的要求 咱们可以点击系统设置 系统设置里边呢 会有封装质量 平滑级别 收缩边界 精简比例 这几个选项 当我们选择不同的数值的时候 整个数据会变得不同 这几个选项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